BOOK ONLY 系列第一集出来后,听了许多观众的建议和感想,决定之后都采取比较轻松的方式来介绍好书。 那么这集我要介绍的好书是,世界重组一,少爷养成计划。 老实说第一次看到书名啊,我以为是个正太十年养成计划的培育日记,然而当我翻到书背后,我立刻就被第一行的剧情大纲所吸引了。 嗯?世界重组是D&R公司制播的热门实境节目。 诶?再看下去,参赛者们在平行虚拟空间内进行PK战斗,诶?这听起来不就像电竞吗? 我们将要看的啊,不是个平凡玩家如何打到顶级成为大BOSS的故事,而是啊,一个被游戏官方请来以制定形象进行演出的角色。 主角鹽鹊呢,是个穷的只差没有睡在路边的未成年小屁孩。 十分穷困的鹽鹊就顺手签了人家的钱包,意外发现里面还有一张黄金会员卡。 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游戏公司D&R因此找上门来,要挟鹽鹊不跟他们合作就举报他偷窃。 在半威胁半利诱下,鹽鹊成为游戏公司秘密签约的表演选手少爷。 他的每一场比赛都是根据官方的剧本所安排的。剧本写什么台词,他就讲什么台词。 就连比赛的对手都是官方人员,直到某场比赛出了差错。 不知名的神秘骇客出现打乱了所有的剧本,造成原本应该漂亮赢得比赛的少爷在全球live节目上吃了大憋。 在危机之际有个帅气的重机骑士闯入会场旧的少爷,那人自称叫杜布莱克, 并跟少爷说,你要不要跟我合作。 从此开启了双人合作的独特模式。 到底这对奇怪的搭档会怎么闯荡平行事件呢? 好,废话讲了很多。 最近买了很多小说回来看,等到有时间我再一一拍给大家看。 好啦,那我们今天的好书推荐Book Only就到这边啰。 我是上雅,咱们下集再见。 大家拜拜! 。 拜拜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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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